美國國務院同意批核下國防安全合作局 已經向國會支揮發出軍售證書 交代出售11套,簡稱HIMAS的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同時出售可以用這套系統發射的ATA CMS導彈64組 射程最高可達大約300公里 另外還附加多個機槍和輔助系統等項目 獲批核的另一個項目是軍機使用版本的增程魚叉導彈SLAM-ER 即是防區外發射對陸攻擊導彈增程型 共出售135枚,另加多枚測試和訓練用的導彈 美國又在F-15和F-18等戰機上配備這款導彈 用來攻擊地面目標 導彈射程有270公里 美國海軍曾經說SLAM-ER是他們旗下最準成的武器 還有一個主要項目 是6個MS-110偵察吊艙 艙外有多頻譜成像儀器 可以用來收集情報分析圖像 台灣傳媒說是掛載在F-16戰機 生產商就說MQ-9無人機都有用這種吊艙 美國當局強調軍售不會影響區內的基本軍事平衡 亦都不影響美軍的戰備狀態 有線電視記者李健身不道 有線電視記者d3 感谢观看